今天是2023年的5月26号 耳麦已经下单了 它那个 一两天才能到 今天是属于这种先一后阳 昨天也是先一后阳 对吧 它得有一个反弹 大家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是三个日出日线 距离趋势还是比较近 距离趋势还是比较近 尤其短期趋势 短期趋势是下下 下移的比较快 短期趋势 有两个趋势很有可能 在未来的几天期间 突破趋势就 短期趋势一起突破 现在啊 距离趋势仍然是比较近 但是是没有结构的 动画消失之后呢 上车的时候如果要出结构 短期之内是没有的 差不多我前天吧 跟咱们学院说 差不多是下周的下半周最快才有 好 看第二张图 好 这是动画消失了 动画消失 那么出现反弹 然后再下 差不多低 下周的下半周 下周的上周是很难出现的 其他的指数之间的协设性 并不好 并不好 这个上升50呢 差不多还有两个日线 就动画消失了 后生三板呢 已经动画消失了 其他周期都没有 生存值呢 今天90分钟 现在的底部结构 一百二分钟还没有 对吧 所以呢这个地方 它其实指数之间的协设性 并不好 并不好 短期也看不好 短期也看不好 观望为主 等 耐心的等 等下一个地点 信息没有啊 耐心的等 等下一个地点 能说的不多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发展什么问题 没有 会不会突不去 是当然会啊 一切只有可能 是吧 一切只有可能 现在往上走 就这种 就不给你地点往上走 那也没办法 谁说二浪的地点 一定会有结构的 再跟大家说一遍 这个裸奖 谁说二浪的地点 一定会有结构 二浪说鬼挑浪啊 它不一定给你结构的 就在这个地方往上走 你就按趋势来的 咱们就按趋势来的 好吧 下一次地点 全上买入吗 不知道呀 下一次地点再说呢 我去年因为风扇的 电脑的风扇声大 我就买了一台新电脑 这新电脑已经到了 大家知道吗 就一直放柜子里 都没拆箱 这新电脑就是 对吧 都没拆箱 没结构呢 咋买入呢 突破趋势 你还等结构过 假如像上突破窗 趋势 你还等结构过 就不能等了 对吧 趋势往结构修边 这很好的电脑 这电脑一万多呢 一万一千多 去年买的 结果呢 这个发现呢 这老电脑还能用 里面东西比较多 然后就没换新电脑 没换 新电脑也好 大家不说 我Mac有问题吗 我直接网上买了个Mac 119元 119元新Mac 明天或后天到 一年不开箱真行 对 我现在都想把他送人了 我感觉也用不上 这个笔记本 现在老机也知道了 轻易的不坏 IHF IHF什么时候可以买入呢 我们建议加仓的时候 你就加了 我们建议减仓的时候 你就减了 他有跟这个指数 跟指数期货 跟那个 对吧 这都一个国际嘛 有啥区别的 他又不是双顶期货 对吧 今天生意好 今天跟昨天就没有区别 注意啊 昨天是这个Mac 今天连Mac都没换 你们都换听了 我说Mac还没到呢 花了110多块钱 买的Mac还没到呢 明天到了之后 再给大家看看那些Mac的质量 老师你认识那个铝量吗 不会说综合创业那个铝量吗 那可很老了 是吧 中科创业 艺安科技 002000年以前 20多年前了 二浪是什么时候去的二浪 日线 怎么画出来的 去年10月30号 就是11月1号 到今年的1月30号 春节 一浪 春节到现在二浪 怎么画 就这么画 老师今天老送给我 谢谢 看把你美的 凭啥呀 新年老子不打算拆风啊 其实不是说 新旧的问题 我手机还是那啥呢 还是很老的手机呢 不愿意换新的 它用起来不那么舒服 所以它能用就能用就用呗 对不对 你干嘛给你赶实行啊 对吧 没必要嘛 我这手机用了快三点了 两年半了 大家还得耐心一点啊 这个近期日线是加速状态啊 加速就是某一个浪行的阻跌阶段 不是阻跌阶段 它不能加速 那阻跌阶段 急跌 阻跌是不超低的 首先你得等降速吧 降速和加速之间 中间得有个反弹吧 那全把这些细节全算上的话 那时间不够了 所以近期按理说 应该是没有确定性好的点 好吧 语音课 是不是只有在手机上才能听 不是啊 往这段也可以听 我的手机电脑都用六年了 能用去运呗 对吧 这个电脑可能也三年多了 这个电脑也三年多了 能用去运呗 上一个电脑坏也不是因为那啥 不是因为它这个质量问题 比如电脑挺抗躁的 我是放在了这个旅行箱里 没有装那个电脑包 上飞机下飞机一看 电脑出个坑 再打开打不开了 屏幕的那一面出个坑 这旅行箱里扔多高 它很掉下来打出个坑 但那个坑是钥匙割的 我把钥匙放在电脑 放在那个包里了 在这里确实是那啥 确实是飞机上 被扔的 扔的把电脑里 打出个坑里 其实少我用不到太好的电脑 随便一个电脑就行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没有必要 非得说用最闲的电脑 也必要 咱们的交易师 你跑一程去的话 对吧 一般电脑都能跑 再一个就主要还是四维的逻辑的问题 标准的问题和执行的问题 是不是好电脑 对吧 它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核心因素 新电脑下单快 你闹说非得下单快 你才能获得交易 你得专业到啥程度 对吧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解决下单快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过 最开始是减少物理传输 双交所的机房在哪 他就把他们的交易 服务器放在哪 减少物理传输 第二个减少算法传输 算法有的是CPU在算 有的是GPU在算 对吧 用显卡算 第三个开发接口 第三个开发交易接口 据说好像集成到网卡上了 把那个交易模块 反正很厉害了 对吧 那才涉及到下单快 还是慢的问题 有时候抢单 说抢单 对吧 有时候抢一个方涨停的股 反正就是抢单 但是他不管是抢正算 还抢期货的 但是他那么专业 到后期的时候 也有比他更 在下单速度上比他更快 比如这样的选手 他才会研究下单速度 你看我 我现在从来不研究下单速度 就是我比方说 14.50我买进去 买进去就买进去 买不进去 我就第二天早上买 第二天早上买的话 9.30才买不进去 就9.35 9.35买不进去就9.40 我根本就不在乎 一乘一池子的得失 我根本不在乎 所以你这电脑好 还得把电脑升级的好 然后就下单速度 我没想明白 你这得多短页 一般人根本用不到 而这里的朋友站住好吗 人家技术含量通过抢单 挣了一个多亿 你猜好不好 你啥技术含量 也不需要啥技术含量 只要有人出错就行了 算了一个多亿 有点利益 有点奇迹 我忘了 后面没有的转了 它只是存在于某一个特质时期 后面就是说 竞争的对手有越来越多 不好做的 忽悠吧 我就喜欢你那种没见过识别的样子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识别的样子 我跟你们说过吧 我说有一次上上上上上海 然后呢朋友借了我一辆 导师姐的911 就是他借给我的 就是他借给我的 那他用你的软件吗 不是 他那软件他自己开发的 他自己开发的 还有个事呢 我就不说了 他开发了一个软件 是吧 那个就不说了 做ETF回短交易 ETF回短交易 是吧 很快 速度很快 这个911挺为难的吧 不为难 能够进去 期货转的多还是股市转的多 它期货转的多 一个多一 但我刚才说的和谐是抢速度 对样抢速度 这个下单它就会有错单 错单 出现错单之后呢 那就是能够被抢到那个错单的 就要贫速度吗 然后呢 我说的意思 这个不是不是在于这 我说的意思就是 我根本就不贫速度 我从来就不贫速度 我买进去就买进去了 我买不进去 早买点 晚买点 高买点 低买点 那都不关键 我认为咱们学院 根本就不需要追求速度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不需要追求速度 先说李彪是天道里 丁元英的原型 天道是小书 它是电视剧 你怎么会相信 电视剧里的 这个人的真实的存在呢 你怎么会相信呢 对不对 太神话一个人了 包括天道是吧 太神话一个人了 三国演义 我觉得也过分的 神话就会让了 三国演义是吧 老师问一个问题 随着AI智能的发展 或者是机构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 整个交易会越来越专业 股票交易会有所变化 但这交易规则 是不是长期都要有 变得只是交易的电脑标格 第一个 是的 第二个呢 也不一定非得变 交易规则也不一定非得变 因为有一类 就是你只是考虑到 我们要去变什么 但是你没有去思考 也许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变的 日出日落 极规所出之处的循环 不会变 平衡不会变 能理解吗 很多人总想着变 你怎么知道 你变得对还是变得错呀 你怎么知道 除非有一天证明 你目前的交易的方式 不对了 在这之前 你不需要改变 我们这一套东西 用到现在十年了 十多年了 就跟咱们学员讲的时候 我们变过吗 你不照用吗 老师喝酒差点意思 我也不喝酒 我不喝酒 我也不会喝酒 老师还有一点 认为人性不会变 人性不会变 人性如山 这么长时间的历史 就不会变 第二个就是 其实提供去年做的也不好 去年做的很惨 今年也不达地 所以也不要太忘了 这一步 结果也不一定比我们做的好 然后人性是不会变的 第二个我说的意思 根本不是人性的问题 我说的是 你像循环 周期 这属于自然属性 这些自然属性是不会再变的 至少我们 活着的这些年 它不会改变 以后会不会 大体疼会不会 气候会不会加速冰暖 冰冻会不会融化 我们不知道 以后在这里 老师 周回笋前去哪了 前去了未来都赚钱的人的口袋里了 主要在熊市的低点都会损 在牛市的高点都赚钱 牛市高点这个钱赚的是谁的呢 就是熊市低点都会损的人的钱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但是股票它其实不是零和国益 期货是股票不是零和国益 股票在某一个时间点 是所有人都赚钱的 在某一个时间点 是所有人都不赚钱的 好吧 还不是零和国益啊 股票是有多赚钱和都不赚钱的时候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肯定 不是市场的高位嘛 对吧 是不是市场的低位啊 但是呢 股市大的方向是上涨了 大的方向是上涨的 你就别说别的 就是中国股市30年 你看月间年限 它也是上涨的 只不过涨速我们现在来讲不快 可是长速快的时候它也也很快啊 最近这大家谈什么日线25啊 还有印度阿山的股市 对吧 它长得快的时候它也很快 上去了叽叽咔叹的 耐心软了啊 现在是调整比较弱 能不说话的少说 不说好不好 什么好牌子分公司的 少说不说话 行不行 先买阿里腾讯美肯的股票可以嘛 前几天葛维东还发了一朋友圈 说明大老葛维东啊 他还买了这个美国的中概股 但是就跌得特别惨 就完全不合常规的投资逻辑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按照估值逻辑 或者常规的逻辑 它应该比现在要高出三倍到四倍 就不会跌得这么惨 但是呢在特殊的地缘环境下 中美贸易冲突和中美的敌意 在美国的中概股 有可能会被恶意做空 这个其实跟估值什么的关键都不大 所以呢就这个呢 我就觉得如果葛维东 都没研究明白 你为啥认为 你有自信能够去买阿里美团 这些 我在国内上市的股票呢 你为什么有自信 你哪来的自己 对他评价的是贝壳 对对对 葛维东主要评价的是贝壳 但是他也有其他的股票 对吧 他主要是说贝壳 你们也看到了那篇文章对吧 就美股跌到已经 就无法 无法合理解释 他也认为是地缘政治的原因 地缘政治的原因 不是股指的问题 但我说的刚才说的逻辑就是 如果他这样的专业的人士都研究不明白 都弄不清楚 都很慌张 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有那个信息和把握 所以你就踏踏实在做点一股隔了 行了不得讲了 不得讲了 这个呢 近期市场的加速 我认为是某波浪行的主跌过程中 从主跌到缓跌呢 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需要一段的时间 咱们看了一个 上人说 他再次的形成 分钟线的底部的 结构也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我们前天说 下半周之前 是很难有确定性好的地点 目前维持这个观点 这期就是以光望为处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